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性格憨厚老实 为人和善 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一家人全靠那一亩三分地生活 父母年迈 家中的一切事宜全靠许文庆来忙活 长期的老作 让他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年老一些 生活并不如意 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以至于现在都二十五 六了 还没有媒婆前来说一门亲事 许文庆也看得开 深知自己的家境条件 对于婚姻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独自一人生活也挺好 一天 邻村的老王头因为喝酒饭时被抓去坐牢了 家中只剩下他的女儿王晓菱一人 年方二十 正是婚配的年纪 长得身体匀秤 皮肤白如雪 明样的眸子 时不时再来一个回眸一笑 任哪个男子也抵挡不住他的魅力 现在父亲被抓 家中没人来撑腰 一些不怀好意之人 便纷纷露出了狐狸尾巴 王晓菱虽说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 可也是个正敬人家的女儿 绝不会做出如此不知羞耻之事 她处处提防那些小人 以免落下口舌 因此 便托媒婆前来说亲 好让自己赶快嫁出去 以保自身安全 要以老王头的脾气 谁敢娶她家的女儿 一不小心自己的性命不保 后来 媒婆便找到了许文庆 村里人都知道她家条件极差 至今尚未成亲 许文庆开始是心存疑虑的 害怕女方嫌弃自家的条件 媒婆却解释道 人家又不求你条件好坏 只求你将来真心待她便可 许文庆这才放下心中疑虑 答应了这门妻事 十日之后 二人选了良辰吉日 成亲了 这在村里可是引起了轩然不波 村民都议论纷纷 各有各的说法 有的说 许文庆还真是有福气 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 祖坟冒清烟了 还有人说王小林还真是一朵鲜花 掐在了牛粪上 不会是脑子进水了吧 许文庆的父母早都盼星星 盼月亮 希望儿子能够赶快成亲 这一次 二老开心得不得了 不管怎么样 总算过成了一家人 许文庆知道王小林嫁进来 确实委屈了自己 所以处处忍让 尽量不惹他生气 本以为这样二人会幸福 可谁知道自从王小林嫁进来之后 对二老就没给过好脸色 嫌弃他们是吃咸饭的 每次只让他们吃糠喝稀 一点营养都没有 许文庆有时看不过 便将自己的饭偷偷给二老喝 后来 无意间让他给发现了 并哭泣着说道 你以为我愿意吗 我们什么都没有 连一日三餐都无法维持 能省一点是一点 许文庆一见他哭泣 便束手无策 只好串门而出 任他在家自说自言 经过二人婚后 长期的一起生活 许文庆发现王小林 尖酸刻薄 非常吝啬 既然过成了一家人 该人还要忍 日子还要照常过 为了让生活过得好点 许文庆便经常去河边撒鱼 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 换些生活费 这样全家的日子也好过一点 一天 他天不亮便起床了 将撒到的鱼拿到市上卖掉 去得早一点也许可以卖个好价钱 果然 他来到集市时 天才刚亮 街上的行人熙熙嚷嚷 没有几个人 许文庆便找个好位置停了下来 谁知道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碰上了一个大买家 直接把鱼全部都买走了 足足赚了一两银子 许文庆开心地面带微笑 这可是他卖的最多的一次 决定要好好庆祝一番 他闻着香气扑笔的包子 馋的口水都流下来了 许文庆咽了咽口水 决定下一次血板 一口气买了四个大肉包 回家让他们爷姐姐馋 他一路哼着小曲往家返 谁知走到郊外小河边时 突然听到有女子哭泣的声音 忍不住好奇心 便走过去一探究竟 谁知却看到一名女子 跪在树边哭泣着叫道 父亲 你醒醒 你千万不要丢下女儿不管啊 只见一位老者靠在树边 紧闭双眼 一动不动 任女子怎样摇晃和呼喊 都无济于事 许文庆不知发生了什么 便好心地问道 姑娘 不知发生何事 为何在此哭泣 女子吻后 便抬头张望 看到她后 哭泣着说道 我们是逃荒而来的 只因家中遭遇大汉 颗粒无收 逃荒实属无奈之举 谁知一路走来 母亲却走失不见了 我们父女二人又一路找寻 路过此地 父亲便饿运了 我又声无分文 只得在这里干着急 许文庆听完后 不免有些同情 想想她的遭遇 再看看自己 虽然生活条件苦点 但和他们比起来 已经非常幸福了 看着面部苍老 骨瘦如柴的老者 她动摇了 立刻将自己刚刚买的四个包子 递到女子面前 客气地说道 这有四个包子 赶紧拿给你们吃吧 女子看着热腾腾的包子 拿为情地说道 我们吃了 你吃什么 还是救人要紧 你们赶紧吃吧 我不打紧 可以回家吃饭 许父亲安慰着说道 女子这才缓缓地伸出手 接过了包子 将她围给了父亲 没过多久 老者终于缓慢地睁开了双眼 有了一丝力气 看到身旁的女儿后 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还活着 我想着再也见不到你了 女子转背为喜 安慰着说道 多亏了这位公子相救 要不然性命不保 老者听到是许文庆相救后 立刻起身跪下 磕起了头 嘴里还不停地说道 多谢公子相救 日后若有机会 我们妇女二人定当 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不必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任谁遇到也会出手相救的 许文庆立刻扶起了地上的老者 随后又从口袋里掏出自己 刚才卖鱼赚的银子 递到老者的手里 这些是我的一些心意 虽然不多 但也够你们妇女二人 几天的生活费了 你已经给过包子了 怎能再要你的银子 老者推托着说道 不必推托 还是赶紧找人重要 许文庆将老者的胳膊 推了回去 就这样 许文庆见老者没什么大碍后 便离开了 回到家后 妻子立刻上前询问道 怎么样 今天回来这么早 想必卖了好价钱 快让我看看 赚了多少银子 许文庆面对王小林的盘问 不知如何回答 毕竟现在自己已经身无分门了 最后只能如实告知 妻子听后 大发雷霆 大声叫嚷道 许文庆 你是不是犯糊涂了 没言自装什么穷大方 如今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你还有钱救别人 我自从嫁给你吃苦受累 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如今你却不顾我的死活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已经受够了 我要和你和礼 和礼就和礼 你一天到晚的找事 再说 我能见死不救吗 许文庆怒气冲冲地打倒 二人却因此越吵越凶 没想到惊动了隔壁的二老 二老便前来劝驾 谁知道王小林此时正在气头上 直接一把将二老推倒在地 许文庆见状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仰手打了他一巴掌 王小林立刻哭泣着说道 你竟敢打我 这日子我受够了 说完串门而去 此日 王小林坚决和礼 许文庆无奈 只得签了字 想着如此双方都解脱了 二老也因此大病一场 最后又先后离开了 没想到好好的一家人 如今搞得支离破碎 许文庆想着昔日的曾经 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他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行李 便离开了 这一走便是三个月之久 现在的他变得落魄不堪 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已做起了跑货郎 没有经验的他 常常做起亏本的买卖 这天 他经过一个小镇 看着街道人群来来往往 摊主的叫卖声清脆响亮 毫不热闹 许文庆这次也受益泼风 真是难得 心里一高兴 决定去酒馆小喝几杯 刚进去 小二便笑脸相迎 客气着说道 客观 想要点什么 许文庆初次来酒馆 显得有点拘束 小声地说道 来壶老酒 再来一盘花生米 好脸 客观稍等 说完小二便离开了 一会儿之后 一壶老酒 一盘花生米便上桌了 许文庆乐呵呵地吃了起来 正在此时 突然来了几个地痞无赖前来闹事 走进屋内 大声地说道 这得大掌柜呢 快来交保护费了 一两银子 这声音一出 客人吓得纷纷落荒而逃 此时 从后房走出来一位老妇人 小心地说道 几位爷 今日我家掌柜不在家 这都是些小本生意 行行好 改日可否 改日 我看不会是想赖账吧 一位满嘴胡塞的大汉 凶神恶煞地说道 原来这几个人是这里的小无赖 整日收割店铺的保护费为生 不给就闹事 让他们在此地无法做生意 给了便相安无事 老妇人见大汉这么说 便立刻答道 不敢 不敢 今日确实有事不在家 那他不在家 你给啊 几位爷 我确实没有 我又不是管账的 不给 那给我砸 眼看几个大汉便动手砸桌椅了 许文庆立刻看不下去了 还有这般不讲道理的 好在他在家也练了几下 对付他们几个人不在话下 只见他大叫一声住手 如若再无礼 我就要不客气了 哟 这哪礼貌出来的 这么不懂规矩 知道爷我吗 今天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说完 那个大汉便手握拳头朝他打去 许文庆不慌不忙 来了一个侧身 将大汉推倒在地 就这样 几个回合下来 几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便灰溜溜地逃跑了 这时 外出的掌柜恰巧回来了 看到这种情形 立刻去感谢恩人 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 原来正是当初赠送包子之人 许文庆大笑道 还真是巧 原来是您老人家 随后才知道 他们妇女拿着他赠送的银子和包子 才得已生存下来 最后在此地找到了他的妻子 后来 二人靠卖酒发了家 最后开了酒馆 掌柜了解到许文庆 至今孤身一人之时 见他是个憨厚老实之人 便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了他 并教他怎样做生意 后来 二人成了亲 他在岳父的教导下 生意越做越好 而那几个地痞无赖 再也不敢来找闲事了 最后 生意越做越大 成了当地的有名之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